高雄把它炸开 所以我刚刚少做了那个 就是把它炸开的动作 也就是说类似像这样 原来这个 它本来是这样合在一起 那我希望把它分开 那怎么分开 特别注意喔 你录制的时候也是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点图 点那个圆形图一下 点整个啦 所以它是两步 一个是点整个 第二步是点那个台中这个地方 然后点住不过往外拉就对了 所以 1是点整个 2是点它这个 3是往外拉 OK那一样喔 这个就不用往外拉 就点一下往外拉就可以了 那录下来的程式 如果假设我们N 少了 你可以只录那个部分 那把那个部分的程式码 把它call过来就可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喔 它第一个是 选整个的话 其实它固定 有没有 就是这一行 其实跟上面这一行是一样的 然后第2个的话是选第1个 台中的话 然后它顺序是 叫collection 刮虎1啦 那这个地方的话 point就是 指的应该是 它的哪个区块 那第1个应该在台中 所以我把它export 10 所以其实啊 这个 点select 点selection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 刚刚一样的逻辑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 export 等于10 这样应该更简单 OK所以以后看到什么 点select啦 点selection 其实等于有点多一个步骤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拿掉 OK 那最后的话还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旧图 比如说你一执行 它原来旧的图就被盖在上面 下面没删掉 所以我上面要多写了一个删 删除旧图的叙述 怎么叙述啊 一样 如果 我是判断说 目前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 的图 OK 它里面有个属性 它有个物件叫 chartobjects.com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图 图的物件 它的总数 大于0的话 意思是说 有一个以上的图 那不对 那我就把那个 如果有大于0 那等于是一个啦 那就把那个图给删掉 OK那只要加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按F8 有没有 先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增加图 上去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 这个我们一样 这个先 设定它的坐标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如 我们录制的时候 有什么宽跟高 那些都不要把它删掉 就OK 只是补上这个宽 跟高 你只要指定 某一个储存格 的哪个位置 所以我是指定到D1 当然你可以改 没关系 然后宽跟高 我习惯是按照那个什么 哪个储存格的宽 理论上应该是同宽 OK 然后多少高 OK 然后设定它的来源 并且的话 把它新增标签 然后再增加那个 Title 然后把它改一下颜色 改一下Size 并且 这个是后面补的啦 实际上这个也可以把它放在第三个位置 然后把它炸开 这样就OK的 那以后的话如果Round它 基本上呢 它就会一样 这一支程式的话 它就会先删掉旧的 再产生新的 所以这个如果假设把它Round一下 这个假 就不用手动在删 因为它如果大于0的话 就是有一个以上 它就会先删掉 然后重新再放 OK 这跑太快了 感觉好像没有跑 实际上它是更新过了 那相关的这个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 云端上面 这边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删除旧图的话是这一段 你可以把这一段放在我们程式的这个第二行的地方 OK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将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然后或者是把它放在 其实也可以把它放 如果像刚刚 我希望把它放一起的话 也OK啊 就是说 最后你只要把程式怎么样 这个地方用quote方 就是说 比如说你就是我们有一个枢纽分析 跟枢纽分析图 干脆这个改成枢纽分析表 然后你以后 假设要把两个放一起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是 再 增加一个 比如说sub 这个sub的话 它叫枢纽分析 然后你就是先什么 先call 枢纽分析表 再call枢纽分析图 然后这边的话 你就是再call 枢纽分析表 这个枢纽分析图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两个合在一起了 所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两个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假设 今天从这边开始 那二合为一的话就是 先f8好了 它是先跑这个 所以理论上会先产生 刚刚的那个枢纽分析图 那我这边直接让它中断在这里 让它全部跑完 OK这个跑完了 然后再call 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然后它里面如果 大于0的话 就是 如果因为里面没有嘛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放一起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它一定不会有图 然后再新增 然后就让它全部跑完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二合为一了 也就是说啦 把 上面再加上一个call 然后哪一个 call哪一个 这样的话两个就可以 把它 结合 放在一起了 这个我也把它 放在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好了 所以你们可以 参考一下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页 OK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细节部分 请各位回去 自己再稍微把影片看一下 OK 有问题的话也再欢迎提出来 哦 好